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涛剧教 有个朋友在推特上留言,写的挺长的 怎么说呢? 他主要是谈到说,涛哥2012年就看你节目了 他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非常喜欢你谈事情的风格,这种做法特点 他非常不一样,而且对他影响很深刻 他也介绍,向他的朋友,很多朋友介绍过我的节目 希望大家如何如何如何 只是近期出现变化之后 他说有人把你列为叫,把我列为伪民运的名单里面 他说,涛哥也不见你回复这个问题 所以,但是他认为,他坚称,他说,涛哥你得回复这个问题 但我坚称你根本不是伪民运 因为,因为朋友写的很长 说实话,本来我也没写,谈到这问题,我觉得都没啥可谈的 但朋友写的非常真实 我连民运都不是,我还有什么伪民运 把我写成伪民运的人 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那我有什么可解释的呀 所以,这朋友看节目,看这么长时间 我个人觉得也蛮遗憾的 就是说,就像我节目中讲的 政治 有很多朋友是做政治的 所以我不好用别的词 好像对那些朋友不尊重 政治太低档了 你把我节目看成政治 就变成自己根本没看懂我节目 真的 其实,因为我节目多 那我相信朋友,谁也无法保证 每天都看我的节目,这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现在做这东西人太多了 但咱说句实在话 从这个角度去讲 从生命角度去讲 截止到现在,没看见第二个人 我没看见第二个人 那,你,你,民运和伪民运 我觉得就是个笑话 这么列单子的那个东西 就是个笑话 那你人能跟笑话去申辩吗 那你自己不就是个笑话吗 有什么可分辩的 这外头有鸟 对吧 这秋天没有 有家里养鸽子 那养鸽子在 那鸽子在房顶上就彩蛋 28月就闹猫 你人能那样吗 那还是有形的畜生 秦类 那人生于银 畜生跟秦类都是跟人并生的 在同时间并生的 也就是在六道轮回中的 高级动物的东西都不在六道轮回中 对吧 都不在六道轮回中 所以我只能说 本身这不是一个值得回复的问题 在我眼睛里根本就 根本就不存在着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 在声明过程中 人就想说 人说 涛哥有谁骂你 他骂不着我 够不着我 他够不着我 其实我个人看过一些节目了 也谈不上看过一些节目 因为在推特上人们去推 我个人拿出一些稍微的观点来 要不了多久很多人在抄袭 我这话跟你说着 变成说他说的 没跟你说吗 太多男人不如当年李莲英 李莲英呢 当年是做了外科手术了 娶了四方太太 在义和园长廊的头上 那后来人看的 没看他们家是什么家 也找不着他了 看到是那院里的玉兰树 只剩下玉兰树了 现在很多大陆男人 没动手术 比动了手术的还二 所以就这样咯 我觉得就是这样咯 那些愿意在公共场合露面 这东西公共平台 每个人的生命境界和他的 谈吐的生命内涵 那东西插不了假 那东西插不了假 就像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你看那个达基 他钻到那个狐狸进去的时候 那眼睛抽人精髓 那个人 有些人他不是人了 他能抽人精髓 你见过公狐狐狸吗 没公狐狸 哪来的狐狸崽子 早跟大家说别碰 碰上你就跑不了 还就听不懂 江子牙当初最后杀那个狐狸精的时候 让雷震子去监展 带了五个兵 五个兵 看见达基之后 拿着刀过去了 没走跟前 那达基你牛脸 一看着五个人 五个大老爷们哗啦 全碎了 全摊地下了 人书写的文明 人没往下写 就全完了 那精髓全被那狐狸抽走了 看你一眼就给你抽了 走到一定程度就那个 他为什么积累成那样 他在过去的时间里 他在昭哥的时间里 他在抽人间的精华 抽那些男人的精华 抽抽越抽力量 力量越大 有些人看一些乱七八糟的 越看你越出不来 越看越想看 你知道他不好 就像那男人偷心 女人外头放荡似的 他知道不好 有几个愿意直接承认的没有吧 都背着干嘛 他为什么住不了手啊 其实这有些东西走走就不是人了 所以我只能这么说了 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这么讲 所以谈不上什么伪民运或者民运 我跟民运没关系 民运很多朋友 很多人是我个人的朋友 那人家 大家交往也很少 但是呢 在一些社交媒体中呢 有一些互动 都是私人的互动 人家也很尊重我 我也尊重别人 对吧 每个人有自己的取向 这个任何人不得强扭的 但我个人跟民运和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什么伪民运 所以列单子的人比猪还笨 狗屁不痛 那朋友你就别往上递了 你还觉得挺那个 狗屁不痛 狗屁都在溜到轮回里 他狗屁都不痛 对吧 骂人都骂得很粗糙 都不能骂出点哲理来 你那个东西能是个东西吗 共产党的东西 只要跟共产党文化有关 你别看他反共的 共产党文化有关 就是狗屁不痛 但他有诱惑力 你意识不到就能把你毁了 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在当今世界中极其罕见 美国国务卿 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美国国务卿是到访了日本 见了安倍晋三 朝鲜见了金正恩 跟金正恩还吃了饭 到了韩国见了文在寅 第四战才到了中国 前三战包括金正恩 都礼遇美国国务卿 主要讨论的是朝鲜问题 那结果在这个背景之下 非但习近平没见美国国务卿 反而王毅在两个人会面时 公开发生冲突 那可不是一般小家子气 你看起来是理直气床 实际是就是没退路了一种崩溃的 一种崩溃 我觉得是一种崩盘崩溃的一种表现 崩盘崩溃的表现 王毅跟国务卿发生冲突的时间 就是股市暴跌的时间 美国国务卿跟王毅发生了一次 少见的公开冲突 表明中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也可能也会促成川普再一次 与金正恩见面的峰会呢 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 那可能是可能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可能在中共的角度来讲 认为他们可以完全把控金正恩 但是呢在美国的角度来讲 我相信他们跟对金正恩的概念呢 有着不同的认识 在今天的环境下 川普还需要多大成仰仗 多大程度仰仗习近平的配合 来解决朝鲜问题 这是个疑问 这是个疑问 不跟美国缔结良好永久的良好关系 朝鲜半岛 他实施的任何改革开放 永远做不起来 中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是在利用朝鲜 金正恩又何尝不懂 而美国的社会对于他的敌对国而言 在历史上 对于他的敌对国 看看今天的德国 看看今天的日本 这是真正的敌对国 那今天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和他们自己国家的状况 金正恩同样不是傻瓜 同样不是傻瓜 而看一看曾经的苏联的盟国 俄罗斯的盟国 中共的盟国 有一个算一个 对吧 有一个算一个 王毅跟美国国务卿见面 即刻指责美方 让贸易摩擦升级 这是真的 围绕台海问题制造矛盾 不公平的抨击中国的 对内对外政策 贸易摩擦中美之间的贸易升级 抨击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是指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 要求中方停止美方的错误言行 而美国国务卿讲说 中美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分歧 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 这就没什么讲 没有见面习近平表明之间的冲突相当恶化 而这种冲突呢 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共的不让步 奥巴马期间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丹尼尔 国务卿无法见面习近平 遭到东道主的指责 极不寻常 川普采取的对抗 造成中共采取更加戒备的信念 我觉得这下白人 对抗没什么对抗不对抗 一个被强奸的人向强奸者说不 你说叫不叫对抗 那这个丹尼尔是奥巴马年代的亚洲官员 他就是美国利益的出卖者 那美国利益的出卖者 这没什么可讲 同时降低中国在朝鲜政策上 与美国步调一致的可能 那如果金正恩跟川普之间再次商讨 第二次峰会 我相信中国的因素将越来越少 金正恩向梵蒂冈发出邀请 邀请梵蒂冈的教皇出访朝鲜 我们不知道朝鲜有多少天主教徒 但金正恩年幼时期一直在瑞士长大 相信他对天主教有着他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 第二个 当他约那教宗让步中共 这可能其中促成了金正恩 同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表明他的开放态度 那你说有没有教皇本身的败落存在 但是对比共产党的邪恶 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某种程度上 金正恩更想往他的一种自我的更改 自我的更新 自我的变革 自我的更改 也就说他希望能够使自己是朝鲜有着一种长足的改变 而不是接受现在中共跟俄罗斯的一种救援式的做法 而中共和俄罗斯绝不让金正恩吃饱了 吃饱了他知道吃饱了他就就像那个吃饱了他就翻天了他不干了 那真正能让金正恩吃饱的是韩国 美国 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差距 所以这里他谈到双方的关键点 这一次来谈到的关键点应该是朝鲜去核化 那很显然 很显然这是中间是有状况了 他说在上述言论当中 美国抱怨中国没有严格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经济制裁 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他在分歧中谈到的问题 而王毅跟美国国务卿见面时说 两国需要建立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探讨朝鲜局势 他暗示美国不应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会就朝鲜问题与美国合作 我个人也认为他没有 其实美方已经没有了 现在的概念 当川普把中共作为敌人当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这种习文拿出来之后 他已经不对习近平帮助美国解决朝鲜问题 暴有希望 已经两回事了 所以中共是傲的 我觉得中共是落后了 整个他里面讲的概念就是说 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升级 而美国公务院的一位官员讲 王毅的言论毫不意外 毫不意外 这应该是他的正常反应 所以这个官员的披露的态度表明川普总统 川普政府已经明确态度 无论任何问题都不会阻止美国政府跟中共之间的翻脸 不会阻止美国政府跟中共之间的翻脸 所以里面主要是谈到的跟朝鲜之间的关系问题 那华尔街日报是比较 华尔街日报是比较反川普的 所以这个咱们前提在这 结果刚刚一个小时之前 英国的金融时报 美方要求中国在10月底 集团体峰会前提交让步清单 否则的话 川普将取消跟习近平的会话 会见面 在峰会上的单独的见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川普发出的威胁直接了当 而且在直接威逼习近平 直接威逼习近平 了解会谈的两个人士 向英国金融时报讲 必须北京方面 如果不拿出一个详细的让步清单 川普将取消在11月30号 在集团体上与习近平进行贸易对话 他们也提到北京方面表示 他们有一份清单 但如果华尔街方面 华盛顿方面不能保证 在稳定的政治氛围中做出回应 就将不提交这份清单 他没解释什么叫稳定政治氛围 给我的感觉就是 中共极其在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 非常在乎 那是直接打击中共 那是摧毁中美之间政治稳定因素的一番讲话 他承认 而美国官员对北京不愿讨论 政策当中的实质性的结构性问题 表示奥桑 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 英国金融时报同样是反川普的 所以他又回复了当初当时谈判的一切 包括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 但是中共非常惧怕 就是说鉴于国家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原因 剩下的在讨论当中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部分 是属于禁区 包括美国要求中国向外国公司开放国内云计算市场的范围 所以当不开放云计算市场的时候 中共而今天现在的 现在的马云 现在的这个包括这个 包括他国内几个主要的大的计算机公司 都在集中精力为习近平建造云计算和量子计算机 以及相关芯片 那里包含着中国制造2025 那里包含着一切所谓的智能化产品 中国不开放智能化产品 那当他不开放这一部分东西的时候 也就变成了他是偷窃过来的东西 要自主发展 对国外采取封闭的态度 而他借助的一切呢 是偷窃来的东西 所以依然透显出 要用中共政权的政治体制 用智能化 偷窃来的智能化产品 在统治世界 与人类社会抗互 这是共产党的邪恶 美国官员讲 11月30号 布伊诺斯阿里斯二十国首脑峰会 他们需要中方做出回应 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 实质性贸易问题讨论铺平道路 彭斯可能与习近平在18号 在APAC会议上有可能见面 但他没有做出任何正式的回复 那正式的回复 所以文章里再次提到 彭斯对北京发起的严厉抨击 指责中共试图干涉美国的大选 第二天五角大楼发布的报告 对北京方面控制的军事和工业供应链的后果 提出了警告 那这里他只是泛泛的说了 应该是中共的战略行为 包括间谍行为 他提到的工业供应链 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彭博社报道的 美超微生产的主机板 被中共军方故意镶嵌上了 骇客芯片 那是很小的晶片了 来进行窃取的大规模窃取行为的 直接的描述 直接的描述 所以从这点上说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中美之间的正面 完全正面冲突 冲突已经上升到习近平跟川普之间 那没什么可见 对吧 当冲突到这份上 那习近平又何 川普又何尝在乎你在朝鲜问题上是否帮忙呢 他已经把你看明白 他已经认为你不过如此了 很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